全世界都在欠港 澳洲也一樣 澳洲是欠一些基站在樓港 澳洲先向南太平洋渡國在吹觀港 希望他們可以去澳洲吃頭路 做一些基站的工作 親像加油站 一年目前 已經剩四萬的對南太平洋渡國 過去澳洲吃頭路的意見 各種的事實 這款港是為廢製來以港 最九站目前五倍為廢製來以港 這間九站公司在昆志安省五十九的九站 澳洲欠港驗中 九站公司的頭疾公 雖然這是簡單的討論 親像保護的 這次煮咖啡 但是這次很難找到 東地人管理做這些工作 澳洲在幾年 國內太平洋 澳洲漏洞力流動計劃 不就要加強跟南太平洋渡國的合作 為太平洋渡國來以港相互 也一樣四年 目前頭過這樣合作 來到澳洲的以港總共四萬人 太平洋澳洲漏洞力流動計劃 起初是為一早出動業上管理官港 現在是有鄧教人員 馬里港舊 飯店業和盧遊業業人員 澳洲政府也成立 每當計劃 跟國內到其他行業 不過調查這就是頭疾要提供大的所在 更加保以港的真心安全 公司新聞 新特匯 病院